我想這樣說,這個是希臘世界的思想, 亦衍生了後來一些基督教的異端的看法, 於是當耶穌的時期, 當時的人在希羅世界了解靈魂和身體, 第一個傳統就是這樣, 這個傳統幾次我們共識的了解, 譬如身體令我們敗壞, 然後我們的靈魂很視炭飾, 然後我們的靈魂一直鍛鍊自己的靈性, 以至到我們的靈性能夠強化, 可以抵擋身體對我們的隱誘, 於是有一天我們死亡, 我們不用那麼憂心, 因為只是我們的靈魂回到天父, 以至到我們可以脫離取死的身體, 這是我們對於基督教信仰的了解, 雖然我們不相信靈魂先傳說, 甚至在基督教信仰的腦海裡, 多多少少都有靈魂先傳說的那種印象, 而當然我們, 我們九成都不會相信靈魂重複, 出現不同的身體裡面, 這就是多數的基督教信仰都不會相信, 因為大部分的基督教信仰都不相信輪迴, 都是相信我們的靈魂總之死了之後, 就回到天父那裡, 就等耶穌第四次來再復活, 諸如此類這樣, 不過我想這樣說, 無論如何, 這種的了解, 不是正確的基督教信仰的了解, 待會我們慢慢會跟大家再去解釋, 為何這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準確的了解。 第二個在耶穌時期已經出現了的一種了解, 就是比較是一個所謂希伯來人, 即是舊約的人, 所一路承繼的一種信念, 第一樣東西就是靈魂體, 其實就不是三樣東西, 或者不是兩樣東西, 不是說有身體, 然後有靈, 然後有魂, 甚至我們有些時候將它, 即是在中國人, 即是在上個世紀, 大概五十年代之前, 即是有中國的神學家, 甚至將它演繹成為靈, 就是我們跟上帝溝通的那個東西, 然後魂就是我們那個情感世界那東西, 身體就是慾望世界那東西, 於是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多一些, 尤其是中國信徒, 都是有一種所謂靈魂體三分法, 或者靈魂體二分法, 不過大家知道其實希伯來的傳統, 即是舊約, 承繼下來的傳統, 其實靈魂體根本是一件事, 即是一個整體來的, 基本上, 不是三樣東西, 或者不是兩樣東西, 是一個整體來的, 而這個整體, 為什麼有些時候, 在聖經裡面都會看到, 聽到靈魂啊, 聽到靈啊, 聽到魂啊, 聽到體那樣的呢? 因為當時的希伯來的信仰, 認為生命, 其實可以說有三個不同的圍道, 或者三個Dimension, 所謂的, 三個的向道, 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今天, 醫療界說呢, 傳人的康見, 即是Holistic Health, 即是一個所謂整傳的健康, 是分開身、心、捨, 甚至包括靈, 不是說人, 是有一件事叫做身, 然後有一件事叫做捨, 有一件事叫做心, 有一件事叫做心, 有一件事叫做靈, 不是這個意思的, 大家知道, 就是說, 基本上呢, 人呢, 一個生命呢, 是有幾個的向道的, 譬如他有一個向道, 一個身體的向道, 然後他有另一個向道, 一個心理的向道, 第三, 他懂得跟人相交, 於是人作為一個社交動物, 他有社交的向道, 然後人懂得沉問人生的意義, 人可以有盼望, 諸如此類, 所以人呢, 生命呢, 亦都是, 表現出有一種, 所謂的靈性的向道, 就不是在說, 那些醫生呢, 即是, 問一下馮醫生知道, 不是在說, 人呢, 設了出來一個叫做身體, 然後那個靈呢, 飄走了少許, 它會輕了這樣, 即是不是, 一個這樣的意思來的, 即是說, 希伯來的思想呢, 去到耶穌的時間, 最低限度, 其中一個比較強的思想, 或者影響了, 即是, 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呢, 就是靈魂體的整體來的, 生命的三個向道來的, 只不過是, 然後呢, 所謂死亡呢, 是一個完整的死亡來的, 即是不是說, 身體死了, 靈魂飄走了, 未死, 不是這個意思的, 就是, 在希伯來的信仰裡面, 所謂死亡呢, 是一個人, 圓圓全全這樣, 來去消失了, 的意思來的, 即是, 圓圓全全全死了, 整個生命結束了, 即是那個的意思來的, 然後呢, 復活的意思是甚麼呢, 復活的意思不是那個靈魂 重新飄回到身體裡, 或者上帝為我們做一個新的身體, 然後我們暫時離開了靈魂, 而是一個人飄回到身體裡, 不是這個意思的, 而是甚麼呢, 而是, 那個的復活是說, 一個完整的, 一個新的創造來的, 即是說, 身體, 整個人死了, 然後呢, 復活是上帝重新去創造, 都是我來的, 當然, 重新創造一個的我, 包括了靈魂體, 這件事, 所以, 基督徒從來, 如果我們懂得念《屬徒信經》, 我們從來都不是說, 那個靈魂復活的問題, 是說我相信身體復活的, 而在保羅的思想裡, 你看到, 它是說我們將來有一個新的形體, 我們復活的時候, 並且不是說有一個新的形體, 而是一個新的形體, 作為我們復活的情況, 因此, 這個希伯來, 有關於死亡之後, 立即之後的信仰是這樣的, 和希臘的思想, 其實是相當大的分別, 基督教的信仰, 其實是比較傾向希伯來那種信仰, 因為希伯來信仰就是舊藥信仰, 新藥信仰和舊藥信仰是有延續, 不過也有更新, 在保羅的手上, 有關於死亡這件事, 事實上也是有更新的, 不過, 第一步我們可以這樣說, 實在, 基督教信仰說到死亡的時候, 是更加類近於希伯來的信仰, 而不是類近於希臘人的信仰, 所以你可能問, 那些靈魂出竅的經驗, 不是很多報告有人靈魂出竅的, 甚至大家在網上看, 有一些開始教人發清明夢, 透過發清明夢, 有了步驟, 然後怎樣達到靈魂出竅的情況, 又或者, 剛才說, 有些憑死的一種經驗, 有些甚至是飄了出來, 即是靈魂, 即是他記憶的靈魂, 是飄了出來, 然後走出去走廊那裡, 有見到幾個人走過, Supposedly, 他在那個房裡面, 是不應該見到的, 不過他死後, 回來之後, 又能夠報告得到, 剛才呢, 他的視線應該範圍去不到的地方, 發生過甚麼事的, 甚至有些心理學的研究, 心理學醫學的研究, 其實是, 就講到, 即是有一些人的報告, 即是他死了, 然後他就發現自己的靈魂飄了出來, 然後飄了上天花板, 到後網, 就看到護士的計是怎樣扎的, 而事實上, 他在那裡, 不應該看得到, 即是那個護士的計是怎樣扎的, 於是他飄了車走廊, 然後見到一些東西, 後來回來這樣, 大家知道這種現象, 是一種很神奇, 還有很有趣的現象, 不過, 其實現在今天, 越來越多人研究, 這一種的現象, 就發現, 大致上, 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不過呢, 有一種的, 越來越有證據的一種解釋, 就是, 這個是一個, 老步的shutting down experience, 來的, 就是一個所謂, 老步關機, 就是, 好像電腦那樣, 當他快要關機的時候, 或者一個老步缺氧的時候, 會出現這個情況, 所以, 有些實驗, 在一個很安全的情況下, 令到肯參加, 自願參加實驗的人, 是暫時, 無疑一個, 老步缺氧, 都不是整個老步缺氧, 是無疑一個老步缺氧的狀況, 他們缺氧之後, 沒有死到的, 那些人, 缺氧之後, 即是, 醒來之後, 他們又, 報告的經驗很像, 即是這種經驗, 即是有些報告, 見到那些光, 見到那些親朋戚友, 妖來妖去, 就好像過了很久, 諸如此類這樣, 然後有些解釋, 就說, 為甚麼, 他真的飄了出來, 他真的見到一些, 沒理由會見到的東西, 這樣, 於是, 就開始有些解釋, 即是出現, 就是講到, 當一個老步, 就來要, shut down的時候, 即是就來要結束, 的時候, 那個老步, 會用盡所有方法, 來維持著, 同一個所謂外在世界, 來有所接觸, 的一個情況, 於是乎, 當然這是一種解釋, 於是乎, 那個老步, 開始將所有, 本來不同的知覺, 本來人有聽覺, 有視覺, 有嗅覺, 即是諸如此類, 將這一種的視覺, 推到, 這種這樣的, 即是所謂的知覺, 在一個相當之, 大的, 即是功能裡面, 即是相當之, 高度的一個, 即是, 接收力裡面, 然後呢, 因為人, 我跟你都是這樣的, 習慣就是, 那個所謂我, 那個self, 是在我們的眼後面的, 即是你會感覺到, 如果問你, 你的自我在哪裏, 你會感覺到, 那個自我, 就是呢, 在我這個, 靈魂之窗的後面的, 即是呢, 即是, 那個, 人呢, 知覺著自己的那個我, 基本上呢, 最主導是一種視覺, 的一種的情況來的, 因此呢, 當那個老步, 要缺氧, 就來要關機的時候, 當這個老是用盡了所有方式, 來去跟外奸, 來去保持一個, 即是, 有可能的連繫的時候, 這些知覺, 就會被翻譯成為, 即是不同的知覺, 會被翻譯成為一種視覺的, 因此呢, 其實很可能聽到某些東西, 或者是, 皮膚感覺到某些東西, 然後呢, 這些知覺, 就可以翻譯成為一個所謂視覺, 於是, 那個人醒來的時候, 即是, 結果沒有shut down, 即是那個腦袋, 即是, 他腦開始又, 不知為什麼, 重新恢復那個活動的時候, 就會呢, 他會覺得自己曾經, 飄過出來, 並且看到, 即是, 那個護士, 即是, 紮住過什麼計, 這樣這樣, 這是一個解釋, 不過這種解釋, 即是, 越來越多的, 即是科學的證據, 你會去發現, 並且, 剛才說的隧道經驗, 基本上, 如果你想參加一下那些實驗, 你都可以經驗一下, 即是, 到底這種隧道經驗, 是怎麼這麼誘人, 所以, 我們, 我們, 第一點, 第一個點, 還有幾個點, 第一個點, 我們一定要謹記, 聖經, 各種的死亡觀, 是由希伯來世界來的, 不是由希臘世界來的, 這是第一件事, 對吧? 你可視乎, 那個所謂靈魂, 這句這樣的字眼, 即是在聖經裡面的靈魂這個字眼, 其實很多時候是一種所謂物化的語言來的, 什麼叫物化的語言呢? 很簡單, 譬如是, 我們有時說, 我聽到有一道聲音, 是向我這樣走過來的, 我們當然就不會, 真的會, 認為當我這樣說的時候, 是那道聲音有兩隻腳, 然後從那裡走過來的, 這是一個修辭的手法, 是一個所謂, 將一些, 即是, 本來它不是物件的東西, 然後用一個所謂, 密化的一個方法, 來去表達, 有一個聲音, 向我慢慢地逼近過來, 即是, 我們很習慣地這樣說的, 即是, 很多時候都是, 即是, 這個這樣的靈魂, 其實在聖經裡面, 如果我們看前文後理, 有些時候我們看完原文的意思, 以及看看那種字, 到底當時聖經寫的時候, 那個世界是怎樣用這種字的時候, 我們知道, 譬如靈魂這種字, 譬如創世記, 他將近死, 靈魂要走的時候, 就給他兒子起名, 叫什麼名, 然後他父親卻給他起名, 叫什麼名, 譬如創世記第35章, 第18節, 這個靈魂, 如果我們知道當時怎麼用這個字, 我們很容易了解的, 是代表, 叫活生生的生氣, 即是那種的物化的意思, 又或者是《列王記》上17章21節, 以利亞三次服在孩子的身上, 求告耶和華說, 耶和華我的神, 求你使者孩子的靈魂, 營入他的身體, 這個這樣的字, 如果我們比較仔細地研究, 其實這個用語都是一個所謂物化類型的一種用語, 都是在描述那種活生生的一種生氣的意思, 不是真的在說一種東西, 聖經中有很多這種用語, 基本上是靈魂在表達一個活生生的生氣, 即是生命的氣息的意思, 然後你會想, 聖經中講了很多陰間的地獄, 火狐、諸如此類的字眼, 有些時候講到樂園、天堂, 甚至耶穌和耶穌一起釘十字架的人, 即是在十字架上信了耶穌, 然後耶穌說, 你放心, 今天你就會和我再樂園, 即是在裡面,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 那個人死了之後, 他就去了樂園那裡, 然後耶穌死了之後又去樂園, 然後最慘就是讀每一輩使徒信經, 搞到我們頭瘋老象, 因為使徒信經就說, 不是耶穌是受死之後, 埋葬是降至陰間的, 到底耶穌當日是去樂園, 還是去陰間呢? 我們就會很痛苦, 問這一大堆的問題, 然後再問, 比特前書第四章第六節, 甚至說到, 好像說到耶穌死了之後, 在陰間還傳了福音, 然後死人有福音聽, 即是諸如此類, 即是耶穌死了之後, 便去了陰間, 或者, 如果我們看十字架的人, 即是說耶穌死了之後樂園, 幸好我們不會在陰間等同樂園, 不然死都不肯去, 是吧? 陰間, 地獄, 永火, 即是諸如此類一堆的字, 其實在聖經裡面, 是有很明確的意思的, 不過是我們翻譯了之後, 再加上我們中國人的地獄觀, 諸如此類那種幻想之後, 我們撈亂了, 在舊約世界裡面, 即是說, 譬如陰間, 地獄, 諸如此類, 永火, 即是翻譯了做中文, 翻譯了這幾個字, 在舊約, 即是黃河本裡面, 你見到這幾個翻譯的, 其實在原文裡面, 是這個字來的, 一個字來的, 並且, 有些時候地獄, 中文翻譯做地獄, 或者陰間, 其實原文根本是同一個字來的, 是這個這樣的字來的, 如果我們將它, 即是, 英文字母化了, 希伯來文的時候, 這個這樣的字, 大致上的用法, 多數是指什麼呢? 是指墳墓的, 即我和你, 即將來死了之後, 大致上都會去的地方, 就是墳墓這個地方來的, 有些時候呢, 這個字呢, 用起來是很neutral的, 即是很, 沒有什麼特別, 開心或者不開心, 貶義或者鮑義, 有些時候呢, 用起來是很中性的這個字眼, 譬如什麼呢? 生命記三十二章第二十二節, 因為在我露火, 露中有火燒起, 直燒到極陰的陰間, 把地和地的出產, 盡刀焚燒, 山的根基也燒著了, 或者聖會記上第二章六節, 譬如說, 使人死, 也使人活, 使人下陰間, 也使人往上升, 或者呢, 這個約百記, 雲彩燒散而過, 照樣人下陰間, 也不再上來, 即是諸如此類呢, 這一堆字, 在黃河本裏面回去做陰間, 這一堆這樣的字, 在這幾節聖經裏面, 其實在原文裏面通通都是, 這個字來的, 這個字呢, 實在呢, 我們希伯羅人很容易了解, 不過可惜我們是中國人, 很容易有差錯的了解, 希伯羅人的了解就是, 這個字呢, 其實呢, 大致上是一個墳墓祭師來的, 所以你看到, 這個在聖經裏面, 詩篇也有, 傳讀書也有, 有些時候說到, 在陰間裏面, 什麼都沒有的, 人們又不會動, 又不會經濟, 又不會快樂, 又不會悲傷, 那你就開始想, 不是又說去火湖應該燒路很痛苦才對的, 那為什麼什麼都沒有的, 好像, 原因就很簡單, 原因就是因為, 陰間即是墳墓, 希伯羅人, 舊約的人, 一向都相信,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相信, 就是人死了之後, 就入了墳墓, 我們都相信, 因為我們是建築的, 人死了之後, 入了墳墓, 並且, 那個墳墓, 是我們入了之後, 我們不會再出回來的, 在那裡是無人紀念的, 然後, 在那裡, 凡你所守當做, 要盡力去做, 因為, 在你所必去的陰間, 沒有工作, 沒有謀說, 沒有知識, 沒有照, 什麼都沒有, 因為是墳墓, 那裡是死人去的一個地方, 有些時候, 這個字, 又會是有一種, 所謂很悲傷的意思, 死亡的意思來的, 譬如是裝飾機, 三十七章第三五節, 他的兒女都起來安慰他, 他的不肯受安慰說, 我必悲哀著下陰間, 到我兒子那女, 若是父親就為他愛哭。 譬如這種用法, 這個陰間, 就是說, 人在一個極度悲哀的情況, 就形同, 人好像死人, 進入了這個墳墓裏面, 那種的死直一樣, 那種那麼痛, 那麼傷痛, 那種這樣的情況。 新約, 這個陰間地獄, 諸如此類, 這一大堆字, 多數都是這樣的字, 其實都是墳墓的意思, 其實這個字, 譬如什麼呢? 我還告訴你, 就是耶穌對彼得說,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盆石上, 陰間的拳柄不能勝過他。 譬如這個陰間是這個字, 這個字, 當時的用法就是一個所謂的墳墓的意思, 於是這個意思就是說, 死亡的拳柄不能勝過, 即是彼得, 即是… 這一群人的, 又或者是在《史良傳》第二章二十七節, 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 也不叫你聖者扭壞。 這個陰間也是這個字, 並且這個意思是這個, 所謂的墳墓的意思, 或者啟示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過, 現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遠遠, 並且拿著死亡為陰間的鑰匙。 亦都是這個這樣的字, 亦都是所謂的墳墓的意思。 然後呢, 不過有些例外的, 原因呢, 尤其譬如是耶穌引用剛才那個 才主拉薩路的比喻的時候, 因為大家知道耶穌說比喻有一個習慣, 就是將當時的人拿來的一些 共通的一些信念, 諸如此類, 或者生活上面的一些情況, 用來做這個比喻的素材。 而在耶穌那個才主拉薩路的事跡, 其實第一, 我們真可惜沒有時間說, 不過如果你認真看, 整段經文不是在處理死亡去哪裡的問題, 是處理著這個維富不仁的問題, 其實你看前面後面都很清楚。 第二, 就是這個比喻來的, 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呢, 這個比喻是在當時希羅世界裡面, 希羅世界裡面, 是一個很共通大家的一些流傳的看法, 就是像我和你一樣, 有一個很流傳的故事在我們當中, 譬如西游記, 就是滿天神法, 就是這樣。 有些時候, 你和你兒子, 這個罵他的時候, 整隻猴子精, 就是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不是在相信西游記的猴子精是真的, 不過你比喻的說法就是整隻猴子精, 就是諸如此類。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要留心, 是用一種比喻的說法, 不過是很少的, 在聖經裡面很少, 就是用比喻的用法, 是用在這個所謂的陰間, 就是這個字。 還有呢, 《新約》裡面, 聖經裡面, 還有幾個字, 是跟死了之後去哪裡呢, 是有多少關係的。 這個字也是說, 死了之後去哪裡的。 譬如《彼得》後書第二章, 第四節, 就是天使犯了罪, 只是在彼得後書出現過這個字,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沒有寬容, 曾怕他雕在地獄, 焦在黑暗坑中, 等候審判。 這個字其實是這個字來的, 這個字只是在彼得後書出現過, 並且這個字是說天使會去的地方, 不是說你和我會死了之後去的地方來的。 這個字就是在中文聖經翻譯做地獄, 這個跟我們中國人世界所構想的地獄是天然之別, 就是基本上。 另外就是, 有這個字, 有些時候會在新約裡面翻譯做地獄, 譬如是馬太金第五章二十二節, 指示我告訴你們, 凡向帝興動怒的難免受審判, 凡罵帝興是拉家的難免公會的審斷, 凡罵帝興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 這個地獄, 這個字是這個字來的, 即是在我們和本聖經就很麻煩, 通通不同的原文字都翻譯了一樣的字, 於是你要知道地獄有些時候是這個字, 在原文, 地獄有些時候是這個字, 這個字的用法是一種受審判的意思, 所以譬如這節的聖經是說, 如果你向帝興動怒難免審判, 於是地獄這個字其實是一個審判的意思, 又或者是另外一個審判的意思的一段經文, 你右眼犯一罪畫出來, 免得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 不叫全身丟在地獄, 這個地獄這個字響語不是這個字, 不是這個字, 是這個字來的, 亦都不是陰間那個字, 這個亦都在說, 即是我們是要避開, 因為我們要畫了隻眼, 因為我們要避開審判的意思來的, 諸如此類, 然後呢, Leg of fire, 這個所謂火狐, 即是這個火狐這個字, 在原文世界裏面, 實在只是在啟示錄出現過的, 只是在啟示錄出現過這個字, 如果看原文的話, 而這個這樣的字, 如果大家記得那段經文是在說, 到那天那些生命殺上沒有名字的人, 並且是那些獸, 即是諸如此類, 就會被丟在火狐裏面, 即是這個火狐在這裡出現過, 不過呢, 即是我們今天沒有辦法跟大家研究啟示錄, 大家知道啟示錄裏面, 有很多的用詞, 基本上, 因為當時政治上的需要來的, 其實都是相當之用一個象徵, 不過是人當時也聽得懂的字眼來的, 即是這個這樣,